PCB四层板是如何制作的?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四层板的叠层结构,主要由铜箔,介质半固画片或者PP,新板,内层板组成。 简单理解,四层板就是内层用一个双面板做新板,位于中间的L2、L3层,然后通过介质PP,最后上下外层附上铜箔,压和制成。 四层板的制作相较于双面板,主要增加的工序是内层线路制作和层压,线路的制作流程是压干膜、曝光、显影、时刻、退膜、内外层一样,这里就不赘述了。 我们重点来说层压工艺,层压将铜箔、半固画片与综化处理后的内层线路板压合成多层板。 所以四层板的层压过程是,首先内层新板制作好后,先通过综化处理,目的是使内层铜面形成微观的粗糙和有机金属层,增强层间的粘接力,然后进行叠板,预叠成带压多层板形式。 叠放顺序先在底部放上钢板,然后铜箔、半固画片、内层新板、半固画片、铜箔,最后再放钢板固定好,送入层压设备进行压合即可。 徐原地层的黑松瓶 虾瓶 吹重勾 虾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